大家好 多謝大家 又聽我一條這樣的政論 後面的照片大家都不是太黃了 天上還有少少色 剛剛日落 這個應該是兩階 香港的景點 我不清楚 可能都不是差很遠 這條街 夜市香港其實從來都有 現在還是有 據說是有十幾個地方 這些街 夜點還是存在著 近來是有些矛盾的 正如一些評論指出 政府又叫你回家 要叫你生兒子 但要叫你出來爹婆 本來可以不矛盾的 從來都不矛盾的 但是現在就有些矛盾了 誰造成那些人不出夜街 不消費呢 就是政府這幾年的防疫政策 是不是? 現在已經幾個月 忘記了我們曾經是很強烈很嚴厲的防疫政策 我們有警察治港 什麼都用命令你做 指令你做就可以了 指令那些人開店 我們就有夜市咯 大家都明白 近來發生什麼事 整個經濟指標下跌了 我們有很多大計的 又要請人 要挖人才 雖然九成都是國內的人下來 拿了好位 但是那些人好像不是很代替到以前已經來去了香港人 移民那些 那些人肯消費嘛 而這些過來的那些就回上去消費嘛 就是不喜歡在香港行夜市 香港的夜市平庸 其實就不關事 不熟悉而已 是不是? 你在深圳 廣州下來 他們回到上去就自然如得水消費 那就不會在香港消費嘛 如果要逼人消費 應該逼這些人的 是不是? 李家超又不是很敢得罪這些國內的貴客 於是就想一下 為什麼逼香港那些商鋪呢? 繼續開業 據說是 陳友邦沒有人想的 你知道 被人說他不懂經濟 那麼你如果他想 他又同意那些 真的不是不懂經濟 沒什麼常識 跟李家超一樣 是沒有什麼常識的家夥 你沒有理由想著 只是叫那些商鋪開玩意就行了 其實大家這些記憶都看到 有個商店的聯會出來說 我們這樣人手不夠 現在生意有限 做到現在8點關門已經很困難了 其實很簡單 我不想做到10點 叫我們 最近政府突然發覺 原來那些商鋪租了 你看看這是什麼心態 我租給你 我是商場來的嘛 預理下做到10點的 原來以前習慣了很少見到 早濕 原來呢 因為那個租約 那就大多數沒有啦 習慣了做10點就做10點了 但是在這個COVID-19的期間呢 因為真的剩下了 而且不讓人出街吃東西嘛 所以好了 除了你們 這次很多就開始就 就9點啊 8點啊 這樣 8點都關門了 吃點呢 9點關門都很普通了 就算不是9點 很多時候去吃9點 那你不要那麼不通氣 阻礙那些夥記下班 真的9點就吃完就走就對了 那你整個勢已經是改變了 那本來是沒有人覺得 哇 有的啦 香港變了嘛 那由1月到7月 現在8月呢 有沒有說過 夜市 我們知道的嘛 一般小市民你走街 那我都留意到啦 我少出街都好啦 都知道啦 那曾經3、4月那陣 輕輕好了一點的感覺 是吧 有消費券嘛 是吧 那現在 你叫他再給消費券就不肯了 政府都沒有了 是吧 而最近那陣消費券就只有2千元 可能真的半個月不夠 就又回復了 就是沒有了作用啦 三千那陣可能就有些 較好 看了一陣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就沒有了 整個 整個 你這樣說 整個經濟 是要向下行的就向下行的啦 但是現在呢 就是近來呢 就當作是社會問題啦 本來大家已經過了大半年都是這樣的 沒什麼人去的 消費這樣 不習慣就要習慣的啦 那麼突然間就說不行啊 我們要 背後的理由呢 就是整個政府看見那個大劑喔 就是那個經濟是下行的很快的 是吧 今年到現在是賣了一幅地的 還價錢不理想嘛 有些地就賣了兩賣 要收回 即是出價太低了 有這樣的現象的時候呢 怎麼辦呢 那唯有就說不行 我們要搞好經濟 在最簡單的頭腦的人裏面才會想到 好 我們搞好我的夜市啦 夜市不夜 這些人不用你搞的 如果他行就行不行 他就關門的 就是這些夜晚的景點 他現在說是那些大商場 大家都知道大商場裡面很貴的啦 這些這樣 用那些燈 和大商場裡面 這些都值啦 是吧 點了燈 大商場裡面那些燈又貴 這些冷氣又貴 是吧 這裡不需要冷氣 街頭街尾 那麼呢 是有成本的 大商場的成本 那麼沒有的 那些店舖呢 他自己 喂 真是簡單的狠 有生意 我怎麼會不開門做的呢 人就請了啦 店舖就租了啦 是吧 為什麼都要八點啊 就是我省了兩個小時 根本只有一宗生意都沒有 那我起碼省了少少人工 是很現實的 這些 那你打算怎麼改變這件事呢 叫他們開彎 開彎就有人去光顧 不光顧這些街頭街尾 那這些不行 又是社會問題而已 簡單來說是沒得搞的 但是誰知道呢 政府就要搞 而且就找了一個 叫做財政司 副財政司出來 搞活晚上情報 這樣呢 其實就是呢 要他們開門而已 這個叫做 叫做什麼呢 副財政司長黃偉倫就委派了 那他已經向商會提出建議 延長多個商場營業 哪個商場呢 大那些當然是 是吧 營業時間晚上10點11點 並且呢 準備搞海濱活動啊 諸如此類 這些是令計 但是呢 怪異就是呢 那不行的 沒生意的 你開門吧 開門就有生意做的 那你做到副財政司 原來是這麼沒常識的嗎? 你叫他開門就可以了嗎? 但是真是這樣的 他就說 就是準備這樣了 那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APM 現在就是官堂那間 夜行零售 現在八成商鋪呢 晚上10點以前就關了 一成食肆早就提早收鋪了 是不是? 那麼 KapM 那樣屈臣市走 九個在晚上7點半賣酒 是 這幾年都是這樣的 6點半就關了 基本上認為沒有 沒有電鋪仍營業到凌晨 反而在街內的地攤呢 有人的 周末這樣 其實之前那裡還有東西的 但是大的商店裡面就沒有了 他們的那些人不是那個街頭 進了商店 第一是不同的市場 習慣在街頭消費的人 肯在街頭消費的人 沒有錢 進去大商場 吃貴的東西 買貴的東西 信報的消息 消息說政府高層鎖定一些擁有大型商場的發展商 希望想盡辦法商業時間延長到10點到1點 目標是搞定場 初步經濟運動 中周前後 下個月29日 即是九月的時間 跨國慶 再搞 計劃到國慶 十月 問題是可以嗎? 我不奇怪 我們用常識就知道沒什麼用 我就奇怪 為什麼這些去到負財政司 還是這麼差人? 你不可以 監管他可以 因為你的租弱 一定逼到他的 一定逼到的 現在我教你一招 你不如說那些商人遠對抗 和政府 不特意不開門做生意 搞一下我的政治 叫國安去查他們 看他們是不是收了美國人的錢 是不是? 你問鄧炳強去查他們 這樣 所以你說有什麼用? 這樣搞的話 勉強別人開門做生意 別人沒有生意 是因為沒有生意 所以關門 雞和蛋的問題 是不是? 你首先說沒有 我給你一些生意 那他們才有意欲去開門做生意 我搞藥干節目 你那幾天要開夜一點 那你也有些邏輯 是不是? 沒有啊 沒有啊 只是叫人開夜一點 那你是不是幫他給人工呢? 那他有個商會會長出來講了 我們很辛苦 現在僅僅夠費的 再開類就要錢的嘛 那當然啦 自然文政府拿錢 那是不是就給他? 給他 都沒有用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 想到要逼他開夜市? 那將會有搞 九月就聯絡政府啤酒節啦 搞這些事情 多少有些用 搞到那些人自然會開 你宣傳定 你等那些商人自己決定了 我看來看去呢 就是 比如那些飲食集團那些阿哥 那些 他們的說法呢 就是人流同意時間呢 是雞仙還是蛋仙的問題 就是說呢 沒有人來了 那些酒家好 商戶好 就早些關咯 而那些市民呢 又覺得 可能是的 既然早關就早點回家啦 那我 我會覺得是 是沒有人關的 多些 因為你做生意 有時總要扔下本的 你開始真的沒有人 你才停的 是不是? 所以不會的 反過來 如果你先開了呢 也都會刺激到那些人 晚一點 原來晚一點還有生意 那你當然是誰先搞呢? 那現在政府似乎就以為是可以靠這個 靠這個 逼商戶開了夜市先 是不是逼呢?可能引導的 開了先 就解決這個問題 由他做雞先 是不是? 那你問我 我一定是反過來的 是? 你先創造一個環境 晚上有活動的環境 小魚呀 輕度 你放煙花 放十點 放到十點 然後他去吃個餐 簡單的 十一點 那放煙花那晚你就通知那些商戶 有事啊 拍銀當今晚開晚一點 是不是? 叫地鐵開晚一點 這些就是你政府應該做 但是現在呢 我就看不到他有任何 idea 只是想搞活 晚上的市況 還有一樣要設計 你搞旺了這個大商場 就街邊的夜市沒有了 這件事大人都知道的 這個矛盾 早的時候呢 陳茂波就說要出來搞夜市 已經被人說搞大了 已經被人罵 那你可知這幫人多沒腦 好了 不單止這幫人沒腦 因為這個我相信是中央的意思 整個意思 為香港要搞好它 飯飯都要搞好它 但是呢 你會發覺 經濟迫到過來 可能變蕭條 叫你搞好消費先 然後發覺那個人不是沒有錢的 不是沒有錢的 為什麼不肯消費呢? 什麼理由呢? 當然你搞得不好 又搞到阿超有壓力了 那你那些忠誠廢物全部都有壓力了 所以呢 每個人都爭著出來給意見了 當然其中一個很有趣的意見呢 就是說呢 就是說呢 要把孫女去踢走環境方 希望政府搞得 那這些 就是這樣 這些人 是人民代表 指望他們 你是議員 是不是? 官不明白那個社會 你是議員是不應該不明白的 你有責任去 自己去街上看看 然後你都說話會 make sense 一些 很明顯是沒有腦子的 將來有人說 要那些伯爺工 搞到那些伯爺工下去 帶孫女去踢走 吸引到那就成功了 你本身提都愚蠢了 想起來 阿伯去踢走 阿伯就不應該是夜市的 本身就已經 想不到什麼理由 要白爺晚上出街 你是不是想他早點死 應該早睡早起 所以這些議員 民間代表 人民代表 政府也沒有智慧 完全講的東西是常識都撞了 煩了薄的 那你怎麼希望可以改變這些情況呢? 另外有些叫做這些 懂得做生意 填北辰這些 G2000的創辦 做很多店 賣很多東西 是不是? 現在呢 他說不是壞事 他說反正七點鐘前肯買衣服就行了 市場就夠改建了 不是容易哄一些人出來 但是現在有些人不流行的了 怎麼呢? 搞馬拉松 在陰澳那裡興建賽遮場 又是德國級子 他們十幾年前 他們的原削會議提過這些東西 你看到這幫人說這些話 張宇仁、田北辰這些 他們叫商界的 他們說這些話 連常識都說服不了普通人 而這些就是香港的 帶領香港人 政府加起來 他們就亂點 是不是? 希望各界提多一些小意見 你問我就很簡單的 商場 如果突然間商場可能給大家 大家在那裡唱榮光 大家在那裡唱榮光 這就不是禁歌 沒有一條禁歌的法例 不過 什麼軟對抗 就將這些東西全部影響治安 如果肯給那些年輕人在那裡奏音樂 不介意他們奏榮光 鼓勵他們在商場那裡做一些表演 以前我們遲了這樣 馬上會帶黃回市 當然我特別強調是要他們奏榮光 鼓勵他們 講明就行了 無所謂 你奏飽他們 我們就湧出來消費 香港的問題馬上解決 回回頭 我又想講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搞到這樣 就是你那些國安法 你那些主理香港的人 趕走香港人 一切 這個不是今年的 19年、2020年已經是 將那些人趕回家 漸漸成為習慣 禁制一切民間活動 示威遊行活動 在商場唱歌 以前很流行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 才在商場那裡唱榮光 現在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八點鐘關門 你還在那裡奏什麼音樂 唱什麼音樂 唱什麼音樂 唱時代曲都不行了 你要回頭回頭 你是要雞和蛋 你首先要那些人出來 晚上多這些半抗爭活動 看著牆壁就行了 沒事的 夠膽做的話 香港就再有新機 如果不是 你怎麼反過來 刺激的人買得出來呢? 除了他們出來抗爭 可以安和平抗爭 這樣就不會了 是不是? 說是這麼說而已 但是你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以前晚上出來抗爭都有人呢? 抗爭完都會吃一碗雲吞麵 半夜三更 我這麼多次半夜三更出來 都是因為有示威活動 我要做人權組織監察者在現場看著 所以搞到半夜三更 是不是? 這個阿伯 原來我的經驗 夜市就是因為有抗爭才有夜市 現在沒有了 所以就沒有了這些 雖然這個比喻可能有些牽強 是不是? 但是大家是不是得到啟示 為什麼香港現在變成這麼靜的城市呢? 一個靜的城市就連經濟都是會衰退的 那我們在這個警察治港的情況之下 搞到那個行廠街別人就見不到 警察一定見到的時候 越是旺的地方越多警察 是不是? 那你就沒有引的了 是不是? 好了 講完了這個話題 說不完的 但是你說我很簡單的 香港有些社會活動 包括在雙方唱歌 包括唱唱阿拉爾虎 奏榮歌 這樣香港人就happy happy就回來了 如果不是呢 搞什麼都沒用 是 我說的 好 多謝大家